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座米黄色的建筑是天津市规划展览馆 这里展示了天津城市的历史变迁 发展现状以及远景未来 采用了高科技将现代的声光电技术融为一体 展示了天津的过去 现在以及未来 如果咱们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凭本人身份证免费换取门票进行参观 咱们看左前方的红色街顶的建筑叫做中古楼 它同样也是一风情街内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最近右手边 右手边的这条道哪就是自由道 因为道路两侧是有很多的酒吧 也称它为酒吧一条街 同样是右手边的德贝尔口腔 是以前比利时电车电灯公司的员工宿舍 大家注意树枝 前面这个树的树枝特别的低 大家一定要注意树枝 注意树枝 前面这两个树的树枝特别的低 大家一定要注意树枝 Heather牙枝特别的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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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枝特别 雅人尽lioiv 很小独羽 柳枝特别的树枝特别 City 新泰这栋楼曾是英华筹断东的老板 卢炳光的故居 咱们大家请看车型左前方 左前方的河海商品交易所 它那是民国大总统曹昆的故居 曹昆是天津唐夫人 曾以混选的形式 当选第五任民国大总统 大家请看车型右手边 往里面过的建筑 是中国核能支付如河湖的故居 旁边微绿的故居这栋楼 是铁中古时期警察局局长 袁家琪的故居 那样是右手边转角处的建筑 是天津八大家之一 著名书法家华氏奎的故居 右前方戴尔大院的这个建筑 是凤器军阀将领汤玉林的故居 这小楼楼是建于1912年 是由吴玉林所修建的 后来在1930年的时候 卖给了汤玉林 现在是工商管理局的办公大楼 玉碎等多个影视剧 都曾经在这个小楼里取景拍摄 第二次车型右手边转角处的建筑 是以前的盛新医院 后来与第一医院合并成为天津市的第一所工地医院 我们穿着旅行驶这条道呢 叫做建国道 是中国第一条用立青铺城的柏油马路 刚看特新河手边 红色尖顶的建筑就是天津的德云社 但天津是取一支乡 相乡的发源地 所以霍德纲将他的德云社 开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是中国人的建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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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由法国传教士谢福音所修建 原名圣德圣堂 在他的旁边修有教会医院 相传教会医院里有拐卖儿童的事件 这就引起了天津市民的强烈不满 于是一路之下 一把火将旺海楼教堂烧毁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也就是火烧旺海楼事件 重建后的旺海楼教堂 于1900年一温温运动中再次的烧毁 咱们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座旺海楼教堂 这于1904年 距离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当看周庆左手边 这座桥叫做狮子林桥 为什么称它为狮子林桥呢 因为它上方的狮子呀特别的多 俗话说的好 卢沟桥的狮子属不清 可是卢沟桥上方却只有485只狮子 而左手边的狮子林桥上方 一共只有1181只狮子 这才是真正的狮子长领子 光是站在桥栏柱机上 就有70多只童狮 形态各异就没有重样的 那样这座狮子林桥也是一座台生桥 当时由于它没有达到通航的标准 用32个千斤顶将整座7400吨的桥梁 足足抬升了127 这不仅仅是海河上的首创 也是国内首创的 大家请看车的前方 这座橘红色桥梁叫做金刚桥 金刚桥最早建于1924年 是由直立总督袁世凯所修建的一座钢架铁桥 后来呢由于它年久失修不堪重负 在1996年的时候 我们天津市政府下令修建了 咱们大家现在看到了这座双层拱形的桥梁 它就像一道美丽的彩虹一样 横跨在海河之上 缓解了中山路与大活动之间的交通通路 中山路与大活动的交通通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这座桥梁的上方却有一个巨型的摩天轮 这个摩天轮呢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建在桥梁上的摩天轮 有座摩天轮只是近视地带地区高持120米 相当于筛数同额的高路 当天天好的时候我们坐在摩天轮的最高处 可以看到高原40里的美丽景观 所以人们也都视它为天津水眼 它可以从东西派部设可上的文村水眼 它在这一间手边的这条河就是天津的北京河 海河 海河全长是72公里 肯延流京市中心多个城区 海河全长the internet 海河全长 海河全长 海河全体路御上寿 海河全别 海河全体路御澄 海河通 海忽县 海河全体路御守 十一年,六八年十余 論壇 六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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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余 左手边这里有一座两层吊脚小楼 就是道教圣地玉皇岗了 玉皇岗距离现在已经有600多年历史了 600年以前是天津的制高点之一 每逢九九处阳节的时候 人们都会来到这里 增高望远 咱们看特地左手边 左手边这里有一条步行街 这就是天津市非常著名的步行街 古文化街了 古文化街早在1404年的时候 就已经逐步繁衍发展起来了 当时这里是成功祭祀和娱乐的场所 整条古文化街平常是680米 是以天后光轨中心的 分为宫南大街和宫北大街 是天津市唯一的不作为极开放景区 左手边转角处灰色的电柱就是卫影号 卫影号它是中国第一架规范酒机构 最早始建于1902年 是由直立总督袁世凯所修建的 后来被拆毁了 于2005年 咱们天津市政府在这里按照它的原型 我们先修建了 卫影号 监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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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